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独立事件 我们叫Independent Events 我们假设A是样本空间S的一个事件 那A发生的机率叫做PA 那B是另外一个事件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已经知道B发生之后 也就是说Given B 我们要来看A发生的机率 如果在B发生之后 A发生的机率跟你没有 我们不知道B发生的时候 这个的机率是一样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A事件跟B事件是独立事件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不管B是不是发生 对A事件发生的机率 我们没有影响 也就是说 你今天告诉我B已经发生 我们对我判断 A是不是发生的这个机率 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A跟B是独立的 B有没有发生 都不影响A发生的机率 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说AB这两个事件是相依的 也就是说 给定B发生的时候 A发生的条件机率 跟直接A发生的机率 是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说AB是有相关的 因为B发生了以后 我们对A的机率就变掉了 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所以它叫做相依事件 好 那我们 我们说根据这个独立 我们先把它定义完 再来看 根据这个独立事件的定义 我们说如果A跟B是独立的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P 给定B发生的时候 A发生的机率 跟原来A发生的机率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件事情 AB同时发生的机率 就是A发生的机率 再乘以B发生的机率 也就是说 这个B发生的机率呢 在跟A发生的机率 两个相乘以后 会得到A交集 B发生的机率 这个时候我们说 两个世界是独立的 这个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列连表 事实上来讲 我们从这边来看 如果 生殖的机率有0.36的话 那不管是男生女生 性别如果跟生殖的机率 没有关的话呢 那现在呢 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 生殖不生殖的机率 都应该是0.36对0.64 也就是说 那如果是说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0.6的这个女生里边 有0.36会有生殖 所以这个 这个联合机率 应该就是这两个相乘 来等于它 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就叫做独立 因为不管性别 都按照这一个 机率分布呢 来决定生殖不生殖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表示说 我这个生殖不生殖 是跟这个机率 跟性别有关的 你看 在这里 0.4乘以0.36理论上 应该是0.144 可是你0.15是多了 这个地方 0.6乘以0.36 应该是0.216 0.21是少了 所以可以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生殖 跟不生殖 跟性别是有关的 看起来男性生殖的机率 是高过于这个平均值的 好 所以我们这个样子来看 看得出来说 这个东西呢 到底有没有满足 可以用来决定 有没有独立 那就数学式子来讲呢 也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AB是独立的话 这个是定义 B发生的时候 A发生的机率 就跟本来 A发生的机率是一样的 不管B有没有发生 好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AB的定义 就是A交集B 来处理PB 好 那既然如果这个式子 乘以的话 那这个乘过来 我们就会得到PA交集B 等于PA乘以PB 是从这个式子来的 也就是说 在B里边 A的百分比 跟全部里边 A对S 我可以把它看成 Profinability S除在分母 因为S是E 就A对S的这个比例 跟A交集B 对B的比例 是要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说 B呢 它是跟A是独立事件 不因为B发生 而影响A发生的机率 那从这个式子 我们直接把它乘过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 PA交集B等于PA乘以PB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A跟B独立呢 它是对称的 如果A跟B是独立的话 那B跟A也要独立 所以B given A 反过来已经知道 A发生B发生的机率 跟直接B发生的机率 是要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定义 A跟B是独立事件 它是互相的 它是对称的 A跟B独立 B跟A就独立 因为你用A given B 会等于PA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导出来 B given A 如果这两个换位置 这里就要PB 好 P B given A 因为这个PA交集B 直接写PA乘PB 这个时候我们消掉PA 就会得到PB 所以我们说 如果A跟B独立 B跟A也就独立了 那两个事件独立 按照定义 是用条件机率的方式去定义 就是 给定B发生了 给定B发生了 A发生的机率没有改变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也说 给定B发生了 A发生的机率没有改变 同样改变 给定A发生 B发生的机率也不会改变 这个我们定义出来的 条件机率 你用条件机率不改变的方式 去定义独立事件 那么同时呢 透过这个数学事实 我们可以知道 两次件独立的条件 就是A交集B等于PA乘以PB 也就是交集正好等于两个边际相乘 那交集等于两个边际相乘 从这个列连表来看 从这个机率联合分配表 就是这每一格都是这两个相乘 每一格都是这两个相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他独立 那只要有一格不是就没有 那像在这里就没有 这每一个都不会是 都不会是他的两个边际相乘得到联合 所以这个里面来看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性别跟生殖 有没有生殖 他是没有独立的 那什么时候是独立 如果是独立的话呢 我刚刚已经讲过 你这个地方的机率要0.216 这个地方的机率要是0.144 这样每个格机率都一样 那他就是 你告诉我他生殖 跟告诉我他男生女生 要我去拆男生女生的记忆 永远都是0.4跟0.6 跟他有没有生殖就没有关系 像在这里我们刚刚有讲过 如果已经知道他生殖了 那他是女生的基率是0.583 是小于女生的0.6 那如果说他独立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要等于0.6 才叫做独立 好 那我们现在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乘法率 这个有关于独立的问题呢 我们后面的还是会继续再来看 那我们来看乘法率 利用条件几率所得出来的呢 这个乘法率 其实我们前面的 跟我们前面那个乘法率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写条件几率的时候呢 因为a given b 跟b given a 我们要写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会处在分母 所以第一个他一定不能等于0 他一定不能等于0 好 那我们说 a交集b呢 会等于pb 乘以pa given b 其实这个东西就从定义来嘛 我们原来就是定义 b given a a发生后b发生的几率 就是这个几率 来乘上pa嘛 来乘上pa 你把这个乘过来就好 所以pa交集b 是等于这个乘过来 这就叫做惩罚率 同样的道理 a交集b 你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是b发生后 a发生的几率 乘上b发生的几率 这乘法率 那这个乘法率怎么用呢 我们在这里看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试验 有两段式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会先说第一段 如果我们一个试验出来 他是阶段性的试验 就我们刚刚阶段性试验的 那个乘法率 其实是一样的 已经知道b发生 第一个阶段b发生 那第二个阶段b发生之下 a发生的几率 把它乘起来 就是两个同时发生的几率 那我们来看 怎么样把这个两阶段试验的 的这个几率 适用在这个乘法率 我们来看 在例8里边 升值跟性别的这个条件 我们要算 已经知道 他是m 然后他advanced 他升值的这个条件几率 如果他是0.375的 他升值的这个条件几率 刚刚是讲 这个东西是 我们在讲不独立的时候 我刚刚已经在那个表讲过了 因为pa given m 他不等于pa pa是0.36 pa是0.36 0.36 然后呢 这个已经知道他是男性 他升值的几率 竟然是0.375 比0.36来高 来得高 所以他不独立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看的 另外的一个性能 我等一下再来讲 这个历史就有 我们说pa在0.1之间 pb也在0.1之间 那我们从 刚刚这个 乘法律来讲 如果事件 刚刚这个 独立的定义来讲 如果ab是独立 那我们就知道 a跟b的仪式件独立 同样 a的仪式件跟b独立 a的仪式件跟b的仪式件独立 这个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出来 那我就在这里写 你想要把这个数学是导出来的同学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导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乘法律 这个乘法律怎么用 这个乘法律呢 我们在这里谈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的桌子上面呢 有ab两个盒子 那a的盒子当中呢 他有八个白球 两个红球 好 那b的盒子里边呢 他有三个白球 五个红球 那我们现在假设一个试验 一个情境 小明呢 从这两个盒子当中呢 第一个先选一个盒子 然后再从盒子去选球 那我们知道 我们用一个主观的几率来讲 如果小明呢 他选到a盒的几率是0.6 选到b盒的几率是0.4 这可能是一个主观的几率 他可能 小明选盒子呢 他有60%的几率 会去选到a 有40%的机会 会选b 就这样子 那选到以后呢 第二阶段 就必须从盒里面去取球 那我们也假设说 只要在盒子里面呢 每一个球呢 被取到的机会均等 因此呢 我们就是说 在a这个盒子当中呢 他有八个白球 两个红球 所以在a这个盒子里面呢 白球被取到的几率 就十分之八 也就五分之四 红球被取到的几率 十分之二 这个叫做 机会均等嘛 每一个球被取中的机会均等 所以我们用相对平次 来定义它的几率 这个也是一样 b盒里面有三百五红球 总共有八个球 那我们用相对几率来定义 就是八分之三的机会 会取到白球 八分之五的几率 会取到红球 好 那既然是这么样的一个试验 我们就说 如果小明从 我们先问 小明从a盒子当中 取到红球的几率 好 从a里面取到红球的几率 应该就是说 好 我们 我们应该这样看 怎么样算这个事件 我们就用乘法来算 那第二个我们就直接写 小明取红球的几率 好 那这个是 这个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两阶段的嘛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两阶段的一个试验 所以呢 我们说 它先选核子 所以我们要同时在核子里面 如果它要 A盒中 取出 看一下 好 刚刚 好 我们回来 这个地方呢 我们第一个要算的是什么 是先从A盒取出红球的几率 来说它先选核子 对不对 我们的两段式 第一个 选中A盒的几率是0.6 然后它选中A盒里面要取红球 那A盒里面的红球 只有两个 十分之二 所以这是一个两段式的一个试验 所以我们先看A 我们要在A盒中里面 A盒中取出红球 所以它就是A交集 R R就是取红球 的事件 W就是取到白球的事件 那A B是A盒跟B盒 分别被选中的事件 所以呢 它在A盒里面取到红球 意思就是说它第一阶段 选A盒 它的几率是B A 再从A盒里面取到红球 它的几率是十分之二 所以这个我们利用惩罚原理 把这两个乘起来 也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这一个 好 所以我们知道 它取红球 是在A中取到的这个几率 这个几率也就是那个格的几率 从A取到红球的几率 那我们第二个要问的是 它取出红球的几率 它取出红球的几率 就有两个 就有两个事件 量本点 对不对 它从A里面去取到红球 还有它从B盒里面取到红球 那我们刚刚已经算过 PA交集R 它从A里面取到红球的几率 是用PA乘以PR given A 先取到A盒 再从A中取红球 然后加上B盒中取到红球的几率 就是说 先被选中B盒 再从B盒里面去选中红球的几率 那这个几率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 0.6乘以10分之2 后面这个几率 选到B盒的几率是0.4 当它选到B盒的时候呢 有五个红球 所以它有八分之五的几率 然后会选到红球 所以算出来呢 它就A取到红球的几率是0.12 从B取到红球的几率是0.25 这两个事件 它叫做互次事件 你不可能同时在A里面又在B里面嘛 所以你在A取到的球 就不会是从B里面取到的球 所以这两个是互次 它的几率呢就是相加 我们得到这个样子的结果 那我们说 所有的乘法率呢 我们都可以用树状图来表示 这个当然也可以用树状图来表示 因为我们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取了红球 我们先选盒子 选盒子就有AB两个盒子 右边的这个几率 这个数字就是取到A球 取到A盒的几率 这是取到B盒的几率 我们在A里面去取球 取到白球跟红球 它们的几率分别是这样 这个几率 这个几率就是条件几率了 因为你选到A里面 你再选到红球的几率 所以我们从这里 因为这两个 这些都是条件几率 因为这个发生了 才会有0.8跟0.2 如果你是B发生 那它的几率是0.375跟0.625 因为这是3.8 所以这里边的几率 都是条件几率的 那交集的几率就是 从A中取到白球的几率 直接这两个相乘就可以 那这每一支的几率 都是直接这两个相乘 A中取到红球 就我们刚刚这个 B中取到白球 就是这一个 0.4乘以0.375 B中取到红球 这两个相乘 0.4乘以0.625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从这个数状图里面看 我们取到红球的 就是这一个跟这一个 把它夹起来 0.37 所以我们用数状图 来解释 这个我们的计算过程 好 那么我们讲完了条 这个 独立事件跟相义事件以后 我们在第四章 我们最后一个呢 我们要看的定理 叫做背试定理 背试定理呢 我们说 在我们先以刚刚那个例子 先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 在进行试验的时候呢 决策者他不知道 小明到底是选了哪个盒子 那我们呢 就我们说 小明选A盒的几率是0.6 B盒的几率是0.4 这个是主观的几率 或者说我们 我们大概知道小明的偏好 他比较偏好A或者是B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几率 我们认定他取到A盒的几率是0.6 取到B盒的几率是0.4 那我们有一个 这个主观的这个几率 都还没有实验之前 我们就认定他的几率是这个样子 这个几率我们把它叫做事前几率 叫做鲜艳几率 或者叫做事前几率 这是一个prior distribution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呢 只是依我们的主观 或者依我们的直觉 判定小明会取A的几率是0.6 取B的几率是0.4 那么如果说 我们从刚刚的第二个阶段 去取球取出来以后 如果小明呢 得到一个红球 他取出来一个红球 那我们知道他取到红球的几率 我们在这里算出来是0.37 已经知道他取到红球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来问小明刚刚是取A盒还是取B盒 我们从这个他拿到红球的这个世界 这个就是一个讯息嘛 我本来完全没有讯息的时候 我会认为他会去取A盒子的G是0.6 取到B盒子的G是0.4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了喔 说他取到的那个球是红球 那这个讯息会不会改变我原来对他 取出来A盒的 取到A盒的G跟取到B盒的G呢 应该是会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取到的红球的话 我大概不会认为他选的是A盒 因为A盒里面有八个白球 才只有两个红球 如果他选的是A盒 他拿到红球的G只有0.2 然后他拿到红球吗 他用这么小的G拿到红球吗 我会存疑 对不对 那我会觉得说他选到B盒子 还比较有可能 因为B里面有五个红球 他选到红球的机会还会比较大 因此呢 我就开始怀疑了 他就选到这个A盒的G可能没有这么高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选到B盒的G比较高 因此呢 我就根据他选到红球的这个世界 而且他取到红球的这个G的事件呢 我就来判断说 这个红球是从A盒取出的G有多少 他是从B盒取出的G有多少 我们这样来看 所以我们来判断 那我们刚刚说 从A里面去取到红球的G是0.12 A里面取到红球的G是0.12 就是联合几率哦 如果是从B里面取到红球的G是0.25 我们从这里看 从B盒里面去取到红球的G是0.25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加起来取到红球的G只有0.37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了 在这个0.37里面的G 他是来自于A盒这个0.12的G是0.324 这个总共0.37的G是来自于B盒的G 因为他有0.25是红球取自率 是0.676 这样的一个G我们把它称为 他是一个事后G或者叫做后院G 因为我们是根据什么 我们根据他取到红球这个资讯 我们来修正小明取到A盒跟B盒的G 我们原先在没有取球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有60%的G去拿A盒 只有40%的G去拿B盒 那你告诉我 他那个取出来是一个红球的时候 我利用这些联合几率 我可以发现得到 我修正了我的看法 因为如果他是来自于A盒 而红球的G只有0.12 可是来自于B盒拿到红球的G就有0.25 几乎就是他的两倍多 所以我就用这一个总几率的0.34 我们去求出他的比率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如果已经知道他取到的是红球 他第一个选A盒的G只有0.324 选B盒的G就有0.676 所以我们就修正了 我们认为 Properability的A Given 我们在已知取出红球的情况之下 他是取到A盒的G率是0.324 那取到B盒的G率有0.676 这个G我们叫做是一个事后G率 好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求事后G率的做法 我们从已经知道先验G率 先事前G率跟条件G率 然后呢 来推算事后G率的这个原理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倍式定理 好 那我们在讲倍式定理的定理叙述之前 我们还是把刚刚那个例子 我们把刚刚那个例子 用成我们要叙述这个性质来 用数学化的定理来叙述 我们就假设先有A1A2 两个样本空间 A12两个事件 这两个事件我们会 已知有一个事前几率 PA1跟PA2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B事件 样本空间中有一个B事件 那我们知道A1发生时候B发生的几率 我们也知道A2发生的时候B发生的几率 也就知道这两个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要反过来看 如果B发生的时候 A1跟A2它的事后几率是怎么样 在这里我们不知道A有没有发生 我们不知道B有没有发生 我们不知道B有没有发生 我认为我知道PA1PA2的事前几率是这样 可是当我一旦看到B发生了以后 我怎么样来修正A1A2的条件几率 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A1发生有多少几率会发生B A2发生了以后B发生了几率 A1A2的一个条件几率 它最主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在这里 我们知道A1A2发生的时候B发生了几率 现在要返球已经知道B发生了 A1A2发生的条件几率 就是没有B的讯息之下 我知道A1A2的事前几率 那我也知道A1发生的时候B发生了几率 A2发生的时候B发生了几率 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导出它的事后几率 或者叫后厌几率 第一个我们就是这样子 PA1 even B就等于 这边是全部加总 我们知道这边加总出来叫做PB 底下叫做PB 那这个是PA1交几B 那A2的时候我们底下都是加总的 然后我们A有多少的情形 我们就通通把它加总起来 好那这个算法呢 我们先把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先说明一下 我们都知道这个条件几率的分母要除PB 对不对 我们定义它要除PB 所以我们要事先算出PB 那么这B发生的时候 这个B事件的几率B哪里来 它有可能是从A1的B A1而且B 有可能A2而且B 是从这两个共同来的PB 那我们是A1跟B发生的几率 我们就可以写成 刚刚那个乘法原理嘛 先看A1发生 在A1发生后B发生的几率 这个呢就是A2发生 再乘上A2发生后B发生的几率 把这两个呢把它夹起来 就是B发生的几率 好既然呢我们已经知道B发生的几率 因为我们要算的这个几率都是givenB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PB一定要算出来 因为它是摆在分母的 那我们就发现分母这一大串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PB 这里我漏了两个字 抱歉 它要复次才可以 不然的话它有交集就没了 漏了两个字 要是复次事件 好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知道分母是PB PB就是这两个的几率和 因为它有两个互次 那和是这个样子 所以后面这个分母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算过的 我们上面算过的类似的这一个 类似的这个 这个就是分母的总数 好 那分母的总数算出来我们分子是什么 这分子是要A1交集B 对不对 A1交集B我们成法原理 就知道这是这个 A2交集B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自然就得到这 所以呢 这分子是什么 分子是两个的交集 两个交集的几率 分母是B的几率 这样会比较好看 会比较好记 B的几率 就是把每一块每一块都加起来 那这是第一块 那我们现在如果A1A2只有两个 我们就这两个 所以 这里只有A1 这里只有A2 好 我们这个公司说明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 我们看 我们看那个小明取球的几率 如果小明取出的球 是白球 我们现在反过来问 小明选中AB核的几率 是多少 好 这是贝斯定理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A核跟B核 那我们现在的事件是W 如果W这个事件发生 我们要算A1W 你就知道 这里是A交集W 这里是B交集W 我们要把W的几率算出来 因为W只有两种可能 A交集W跟B交集W 所以我们把A交集W跟B交集W的几率算出来 它用条件几率的方法去算出来 那这个是A交集W的几率 因为我们知道 选到A核的几率是0.6 从A核里面选到白球的几率是0.8 也就是刚刚这个树状图的这一支 A交集W 那W取球从B取出来是0.4乘0.375 0.4乘0.8 所以这里是0.48 然后加上这个 这个算出来0.48 加上这个0.15 所以白球被取到的几率是0.63 如果A真的小米有60%的几率去选择A这个核子 有40%的几率去选择B这个核子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白球被选中的几率高有0.63 而这个几率又是从 这个白球被选中又是从A核被选中的几率是0.48 所以相对我们反推回来 我们猜测小米选到A的这个核子的几率是0.762 反而比0.6高 因为核子中白球多 如果他选到的是白球 我们主观的觉得A核被选中的几率高 这个叫做四后分布 B核被选中的几率只有这个换掉 分母一样 因为分母都要PW 都是这两个的核 那只是分子是这样子 0.15 所以算出来是0.238 我们算完了 因为我们都会知道 这个加起来一定要是1 这个加起来如果不是1就算错了 好 那我们这里也一样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呢 推广到有K格 有K格复制事件 那如果有K格的话呢 我们要算B事件发生的几率的时候 已经知道B发生了 好 是样本空间的另一个事件 那我们知道在B事件发生之下 A发生的事后几率 我们就会是AI发生的事后几率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AI交几率 在这上面 这上面一定是AI交几率 这个分母这么一大串是什么 PB的总和 那我们要算PB 我们必须把它分割成A1交B A2交几B A3交几B 一直到AN交几B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呢 这个就是A1交几B A2交几B 到AN交几B 都是乘法原理去乘P A乘P GIVEN AI 那这分子呢 当然是单一的一个 是跟它一样的 它是AI 所以你这里必须是AI 乘以VGIVEN AI 因为这里是要V交几A 分母是要算总和 PB的总和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比较习惯 不要拖这么长 我们用这个码符号的 来写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书 它在这里是个码 它在这里 SUMMATION 底下是用J 为什么 而这里是用I 这两个I J是不一样的 这个I是跟着这个I的 因为我要算B GIVEN AI 所以我这算出来呢 是A交几B 那这里呢 是把它通通加起来 这个J 从E加到N 其实这是一个虚拟符号 我只是要把E加到N 所以这个I 是跟着它的 这里呢 因为它 它是一个雅 雅变数 这个虚拟符号 只是用来代表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跟它一样 我们用J 等于E加到N 换句话 这一块只是当中其中的一块 这个是总数 这个是总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AI发生的事后几率 这个是推广 我们回过头来 刚刚我们都用树状图去表示 我们在求贝斯定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树状图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用表格的方式来做 表格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事件呢 是有A1 A2 那我们有它的PRIOR 事前几率 我们事前几率在这里 那我们就有条件几率 我们一定要有条件几率 A1发生的时候 B发生的几率 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A1发生以后B发生的几率 这0.6 这个例子 我们的A1就是A核跟B核 那这个 这个A核跟B核是0.6跟0.4 这是核子 那这个B 这个B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 取出白球的几率 取出白球的几率 如果是从A核里面 你取到白球的几率 它是0.8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A核取到白球的几率是0.8 那B核里面取到白球的几率是0.378 所以这两个相乘 就是0.48跟0.1 也好比就是这个 0.48跟0.15 就是这个 0.48跟0.1 那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们取出的是白球 我们就不要管红球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做表格的时候呢 我们只做我们要的那个 没有的那个我们就不算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算A1跟 A核跟白球 B核跟白球 算出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知道 白球被取到的几率是0.63 那我们就知道 如果取到白球 你取到黑 A核就是0.48 这个除以这个 就是0.762 后焰几率 事后几率 这个除以这个 事后几率 所以我们表格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定知道每一个的激励嘛 把它写出来 条件激励 Ai发生以后 B发生的条件激励把它写出来 第三个 第三个是联合激励 两个相承 穿起来 把核加起来 第四个算事后激励 从这个除以他的核 这个除以他的核 就四个步骤就做完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一样再用这个表格的方式来做一次 我们今天来看 假设有一个手机的制造商 他有A1 A2 A3的三家工厂 那么如果我们已知这个公司出厂的手机 是由A1 A2 A3这三个工厂 A1 A2 A3三个工厂出厂的比例 A1占了30% A2占25% A3占45% 那我们又知道我们今天呢 那个B4件是什么 B4件是 B4件是不良品的事件 这个是B 假设B是手机的不良品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A1里边 我们这个条件机率一定要有 A1里边不良品 它的不良率是0.5% 也就是0.05% 我们要知道B厂 它的不良率是多少 0.4% 所以是0.04% C厂它的不合格率是0.0% 它的不良率是0.06% 那我们既然知道 A1 A2 A3 这三家工厂 它们的产量分别是 占0.30% 0.25% 0.45% 又知道每一家工厂的不合格率 那这个条件机率 A工厂的不合格率 当然它不会一样啊 这样算出来 我们每一家工厂的不合格率 你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呢 这个B在这里 每一个BGIVEN AI都要知道 那我们知道这些以后 我们知道每一家工厂的不合格率 那我们就算出来 它的联合分配 联合分配 一支不合格的手机 来自A厂的机率 是这个样子 不合格 是A厂做到的不合格 这是B厂 A2厂做到不合格的机率 A3厂不合格手机的机率 占全部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加总起来 这个是什么 所有不合格不良手机的机率 是0.0034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 这个0.0034 来自A的机率 是0.0015除以0.0034 它是0.441 来自B的机率 就用这个0.010 来除以0.0034 它是0.294 来自C的机率 就用这个去除以这个 是0.0015 这三个就是事后机率 也就是说 如果小明买到了 这一支不合格的手机 不良的手机 它是从A里面生产的机率 是0.00441 如果从B里面是295 从3是265 这个跟我们原来的这个 先验机率呢 就有差 因为它拿到的是 一支不合格的手机 修正了这一支手机 是来自A1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三个加起来 一定要是1 为什么 因为 这一个是这三个的合 你现在的这三个机率 是分别由它去除它 除起来 所以呢 加起来一定会是1 把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它了 好 这个定理呢 就是背试定理 好 我们经常呢 用这个背试定理呢 来求后焰几率 然后来求这个事后几率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在这个地方结束